大家好,我是一个,我们这边这两天又封村了啊,只能找一个我们在封村的里面这个里面找个鱼塘过过瘾啊 这旁边有个小鱼,这个小鱼塘吧,这个鱼塘是我娘年前来钓过的,有很多鲫鱼,然后水好像没干过,所以来试一下吧 不知道鱼型怎么样,刚刚遇到个大叔说里面有一几条鲤鱼的,刚刚开始下干 刚刚又来个大叔啊,说里面有鲤鱼,有链子,有草鱼,但是这个鱼,这个糖真的很小,你看到没,水很浅,我们看一下整个水深可能不足一米,看一下我的装备,你看这个鱼富包,钓箱,就为了对付这么点小鱼塘,希望没有大材小用啊,这个钓箱我前两天开张了,钓了差不多六斤,六七斤的鲫鱼啊, 还有撑过有十二条大的墙,还有很多翘那个小翘牌,好了,等待鱼儿上钩吧 目前啊,二十分钟过去了啊,感觉到有鱼口,但是这个钩子啊,因为我,我的一号钩全部用完了,目前都是三号钩,感觉咬不入口,可能鱼太小了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啊,就是有小鱼的地方肯定有大材鱼,我可能哥哥都是那么,这么一钉钉的小鱼吧 哎呀,你看,刚才一个顶飘加一个洞口,没起鱼 再来,再来,看下我的鱼钩,那鱼钩有点偏大,然后稍稍自己把它搓一下 我在这边背了一个三米六的,因为这个鱼钩比较小,搞个小杆试一试 现在两边六一口了,不知道哪一个了 刚刚这个五米四的也咬了一口,一个深深的一个洞口 兄弟们,终于上鱼了,你看,一尾鲤鱼 这一点点吧,一两二两,刚刚又钓起了一条鲤鱼啊,没多大 比那个稍微大一点点,比第一条 这块出太阳了啊,还是蛮舒服的 对面来一条小狗,你看 钓了一会儿啊,准备收干了,这鱼钩不怎么样了,太小了 都是一些很小的鱼,今天去水库钓鱼 这个确实是鱼太小了,不过瘾了,还是水库那种 半鸡鱼,大鸡鱼过的那种 来看看一会儿啊,现在小鲤鱼放走吧,很小了 这么一点点大,看看就这么大的鲤鱼和鲤鱼 这里还有一条,放走吧 这两个鲤鱼我们放到门口的鱼塘去 先放到副里面去 鲤鱼 鲤鱼 鱼 鱼 鱼